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分享一个炸油条最简单的做法 好吃又健康 简单两步就可以做好 蓬松酥脆,各个空心 一次就能成功 我们先来和面 准备400克的中筋面粉 加入2克的盐 3克的小苏打 5克的无铝泡打粉 10克的白砂糖 3克的酵母粉 再打入一颗鸡蛋 充分的给它们搅拌混合 用200毫升的温水和面 搅拌成面絮状之后 加入2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再来揉一次 面团饧好之后继续揉2分钟 揉好之后搓成长条 用手按扁 盘子的底部刷上一层油 把面团放在盘子里面 表面也刷一层油 防止站在保鲜膜上面 盖上保鲜膜 常温下饧发2小时 也可以晚上和面 在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炸 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把饧好的面团直接取出来 千万不要揉 揉面起筋 做出来的油条就不蓬松了 把面团撑长 再用擀面杖擀薄 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用筷子隔一条 在上面沾上一层清水 再把面剂叠起来 用筷子从中间轻轻地按压一下 从中间一切两半 因为锅太小了 如果你的锅够大 这一步可以省略 油条的两端捏合一下收口 防止在炸的过程中裂开 锅中倒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入油条生披 用筷子不停地给它们翻面 让它们受热均匀 全程开蒸火慢慢炸 需要一直不停地翻面 这一步千万不能偷懒 不然瘦热不均匀 炸出来油条就不蓬松了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非常好吃的香酥小油条 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一点也不比外面卖的差 个个都是空心 非常的好吃 学会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呀 感谢你的支持 下期再见